今集大幅 第六天 第六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六天 今天我們沒那麼早 七點多出發 出發地是伊寧市 會逃經果子溝大橋 目的地是蔡里木湖 全程160公里 哇!很快 兩個多小時便到了 今天天氣超棒,前面就是葛智溝大橋 它是去蔡里蒙湖必經的道路 大橋周邊的河谷風景 和獨特險要的地勢,令它被稱為伊犁第一景 因為地勢險要,施工極其難 它用的鋼材叫做鋼杏梁,是一種很高效能的鋼材 所以大橋的全長只有700米,但已經用了23.9億 這麼貴的價錢 好興奮,來到這個蔡里湖 這個景色,看看那邊,是一個天山的雪山 一直被天山環抱著 沿途一路看到,這裡也是山,那裡也是山 原來整個天山實在太大了 周圍都是天山 它環抱著我們,我們一起在那裡繞 其實我們今天是第五天 五天都是在天山裏繞 來到湖的風景區,景色很漂亮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它有度假的蒙古包 蒙古包 有一個村莊,你可以來這裡露營 有很多旅遊人士,駕駛著大房車來 還有這個湖,唯一一個圈是90kg 90kg 對,它有單車路,有行人路,有車路 那條車路最好用來練習駕駛 對,因為有直,還有車與車距離有50米 有小車 就非常有安全感 空氣真的很好,我們好像很久沒有來過 很久沒有來過這個地方 很久沒有來過,真的 我們現在走出去外面湖邊 有一個紀念碑,我們出去拍照 來到這裡就多了很多遊客 對,因為每個人在紀念碑拍照 是 他們好像去看那些水 那些水好像挺有趣 是嗎?我們去看看 去看看是否清水 好,請勿下水 水深水涼,請勿下水 下來看看吧 不是很冷而已 不是很冷嗎? 是呀,不過很清 清就一定清的 是呀 這裡真的覺得不錯 如果來自己自駕遊,我想更開心 一定不會開車上來 是呀,來到烏魯木齊 然後租車,租四驅車 是呀 然後炸炸炸,我也想 是呀 事實上,他真的有很多地方 都很值得來的 他每一去的景區 他的自駕遊 停下來的位置都非常漂亮 好,走了… 被人吹 我們現在下去看天鵝 是另一個站點 用這個東西引他過來 當然能否引到 是呀 天鵝,我們餵你了 快點過來吧 是呀 餵不餵到 餵到 我很大力地拋開線 扔過去 但他吃完沒有飛 是啊 我還給了幾個團友玩 很難看到他會飛 不過他真的比較懶 是啊 他不像鴨一樣 走走走過來 是啊 鴨你一餵他走過來 是啊 不知道是否水的阻力很大 他們好像又不太遠 是啊 很多團友 很多旅遊人士都聚集在那邊 我就想去別處玩 不過這裏有個現象挺有趣 有些國內的旅遊人士 他們穿了天鵝裙來拍攝 他們很流行 而且這裏的天鵝又不是養的 是野生的 是野生的 是呀 自己飛過來這個位置 而且天鵝真的會飛 是啊 原來近看天鵝很大隻 嘩 真的太不夠時間了 究竟要多少時間才夠呢 又要拍攝山 又要拍攝湖 風景實在太大了 怎麼樣 現在吃飯了 嘩很餓 今早酒店很少食物 基本上沒有食物 所以現在肚子餓了 沙菲二餐廳 有奶茶喝去了 有珍珠奶茶 有啤茶 有咖啡 1 2 3 4 第5號 一日快健康生理念 是甚麼來的呢 團友就教我 我未見過 不用整枝丟 只是丟這一部分 將這裏這樣放進去 一次性用得起上來 都會節省一些木 好 好了 插完之後 想扔掉這個 誰知原來裏面還有一支牙籤 嘩 實在太貼心了 雖然這個午餐不是很好吃 我覺得好吃 好吃嗎 你覺得食物炒得很好 對嗎 對 我覺得食物炒得很好 而且昨天給了這麼大餐飯 你今天要選一些 沒錯 但今天唯一一個景點 其實都很開心 因為停了三次車 三次都有點不同 對 蔡里木湖 古時候叫做靜海 它是新疆海拔最高 面積最大的高山淡水湖 上集我們提到 這裡又叫做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 就是因為這裡是大西洋的暖濕氣流 最後到達的地方 所以就是這樣叫了 我覺得這個湖很大 對 而且兩邊被天生的山脈包著 剛才我們經過景點 還有很大的草原 周圍都有很大的草原 在新疆 在新疆草原也不是奢侈吧 對 你去到哪裡都會見到一望無際 對 其實這個湖大到整個海 真的不可以這樣 對 整個海 他們新疆人叫做這些湖 叫做海子 海子 對 因為新疆是內陸地方 沒有辦法見到海 它就很嚮往 所以這些湖叫做海子 在不同深度 表現出來的顏色都不同 有四種色 對 有深藍至淺綠都有 我們一直看著 現在這個湖整個景區 都變成旅遊地點 對 一個保護區 沿途經過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民宿 對 有蒙古包 有太陽能蒙古包 還有太陽能蒙古包 還有拖的房車 拖的房車 那些自由行李 根本有很多款 對 很多款 都挺精彩的 這個景區 其實新疆說真的 很多景區都做得很好 我覺得做得很自然 很原始 但是你要的設施它又有 譬如廁所你不會覺得很髒 又有足夠的格數 我覺得真的很好 所以這些景區 平得及的景區都不會太差 對 政府5A都不會代薄你 真的 坐到人都掉了 又開了很多個鐘頭車 終於來到這個灰屯市 這個灰屯市都很旺 很多高樓 這間就是尿排骨美食中心 是一間Fusion菜 那你也知道是Fusion菜 不愁無豬肉吃 竟然來到新疆都 哇 哇 今天晚上的菜很棒 晚飯是不是很棒 晚飯很棒 很興奮 食物又非常好吃 把氣氛推到最高高 因為搞了生日會 好 差不多七八個壽星公號 對 現在來到我們酒店了 不知不覺 走回來 在對面而已 港匯國際大酒店 經過昨天之後 不要相信 沒錯 我已經不敢有很大的期望 歡迎你進來 我五天旅程之中 最漂亮的一間房 最滿意 首先它的裝潢是很新的 然後這個就是洗手間 浴室和馬桶 馬桶位 獨立廁所 完全不會騷擾人 是否比不開的那些 那麼久我已經忘記了 洗澡間很簡約 然後地毯略鹽 有少許古老 兩張床都很漂亮 地方都很寬敞 開兩個行李箱完全沒有壓力 完全沒有問題 很寬敞 國內酒店 那邊還有 必須的 這兩張椅子 很舒服和很靈 然後書桌 再加送你一個城市景 很漂亮 這個是灰屯市 現在已經是晚上十點多了 十點多了 好 我們一拍完 所以要去買羊肉串 和生果吃 旅程已經去到一半了 所有的口衣都可以收起來了 下一集 我們會去地貌完全不同的地方 它很像沙漠 又不是很像沙漠 究竟那裡有多熱呢 下一集我們一起去看 來啦 我們一起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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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去看